宏观电视全球观众们 大家午安 我在南非耶安尼斯堡 这次我们召开 这个非洲地区 挺洪秀治 竞选2016总统大选的 后援会成立大会 主要是来鼓励 来唤起乡亲们 对台湾的关怀与爱 然后呢 有了大家的支持 台湾才会有 好的前途 洪秀治是我们 唯一国民党提出的 一个候选人 那应该大家来支持他 台湾才有福气 台湾有救 这是我们今天 成立后援会的 最高的宗旨 也希望大家在2016年的 1月16号要缓国投票 这个是重点 能使国民党顺利在执政 谢谢